很羞恶 很羡慕 很羡慕他哥哥的夫妻 没有吵架 有没有跟老公吵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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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都吵架过 有没有跟老公吵架过 你有吗 没有吵架过 然后呢这个哥哥的邻居就问 你有什么味觉 有没有吵架 为什么从来没听过你吵架 然后这个邻居就说 其实自从 杜灭那天照天赛 我们真的没有吵架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目前 我这样可以忽视你 那一天我们去 阿拉伯里乌 我的太太坐在一头 这个 骆驼 骆驼身上 他说 骆驼 怎么打他都不走 然后我老婆对着骆驼说 走 骆驼不走 他对着骆驼说 一声 他不走 然后骆驼也不走 骆驼 三声碰一声 他射死了 然后我呢 就觉得 哇 怎么做 我们搞得这么大 就骆驼 他是动物来吗 他指着我一声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想骆 来我们接下来看完全的爱 我们接下来看完全的爱 因为我们有罪 罪使到我们当中的爱已经扭曲 已经歪曲了 已经误会 误扰了 所以呢 我们 如果用着外面的爱 我们的家里面会落在败坏里面 因为人都不完全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找到 学到 如何去爱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完全 一路圣洁蒙福信徒的爱 所以回到圣经 我们来看啊 怎么样 爱 人家 怎么样用完全的爱 建立你的婚姻 那对我们这样 我看圣经 英国全书第三章 第三至八节 这几个圣经我们都要谈 我们谈到第四 第四堂 来我们一起来看 圣经这里说 圣经这里说 我若将所有的调剂 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爱是很有忍耐 又有恩质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处夸 不脏谎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大家今天来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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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配偶用姐妹 主让他们从这里学习爱 好让他们以后日子 过着美满 幸福的日子 认识什么是真爱 我去到你的圣灵 圣灵的应行 你带领人 让我圣灵开边 奉着主耶稣 就得胜到他 阿们 我们来看 圣经告诉我们 爱是不喜欢不义的事情 什么是不义 不公义 这个字呢 不义 对不起妹 圣经的人在这里 告诉我们 不喜欢不义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思想里面 要拒绝 要排斥 那些不义 不公义的事情 上帝不喜欢 上帝不喜欢 上帝审判的事情 要小心 我们来看 什么是不义的事情 看圣经 圣经 圣经多前书第六章 第九至十二节 圣经多前书第六章 九至十二节 圣经这里说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 什么 神的果实 神的果实 是平安 是美满 是浓福的 是能力 恩赐 恩赐 荣耀来的 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得到 不要自欺 什么是不义文化 不论是淫乱 拜偶像 奸淫 做鸾童 鸾童 就是lesbian 亲女色 亲男色 就是homosexual 偷窃 贪婪 醉酒 怒骂 恶索 都不能承受神的果 你们中间 也有人中间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灵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捷径成圣称义了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义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没见 我总不受挟制 那对不起妹 这里说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不义的事情 那圣经在教导我们 如果你在家里面 注重不义的 接受不义的 接受不义的 不能承受上帝的活 你要吃 你要得福吗 你要家人来用吗 你夫妻关系 要幸福吗 我们要建立一堡墙 来遮蔽 拒绝 那些不义的事情 引到我们当中 那夫妻生活 最主要的是爱 但是现在时代 对夫妻生活 有另外一个看法 他们把夫妻生活 着重在哪里呢 性 Sectual intercourse 性 性 所以人呢 以为追求性 得到性的满足呢 就是幸福 那对不起妹 这是很错误的思想 如果你让这些思想 进入人生命里面 进入人家里面 你的家里生活 就败坏了 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姐妹 她丈夫没有幸福 她说不是 我的丈夫长期看 这个三季四季的片 所以她要求我很多 到最后她甚至 去找别的女人 也因为她 她感觉到我不能满足她 对不起妹 看到吗 这就是因为这个男人 长期被那些媒体 肮脏的影片 一直护逃她的生命 导致她变态 她玩什么也不够自己 玩那个程度呢 她自己的太太不能满足她 她需要去找别人 你到现在的时代有什么吗 有换妻俱乐部 什么是换妻俱乐部 你知道吗 Wild exchange club 你的妻子 我们可以换一下 换一个星期 几天后再回来 没有关系 这个是现在的 现在有什么 有homosexual club 有lastician club 是吗 现在来什么 现在有群交 叫做性派对 sex party 你上网站的时候 如果你叫错人的话 我告诉你 他会要求你 你来参加我们的性派对 这个性派对 连现在世界最高的领袖 那些最受罪 最高教育的 那个总统类的人 最国家最高的 那个领导者 也在犯这个罪 看到吗 一旦 是吗 总统 看到吗 而且他带的高官先 不过参加一个 club 你看 弟兄姐妹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趋势 那弟兄姐妹 我们从小都被 这个扭曲的性教育 来影响我们 所以我们长大了结婚呢 我们认为说 在婚姻生活里面 要像那个影片所做的那样子 才叫性派对 要像影片所做的那样子 才叫满足 那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们拍摄影片的时候啊 是很多人在看的 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制造到你的感官的刺激 用很多battle啊 有很多当事啊 很多 很多不一样奇怪怪的东西 来刺激你的视线 刺激你的心灵 让你的欲长高了 够跟他买片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夫妻生活当中 不用这样子吗 也不需要这样子吗 这个是魔鬼的轨迹 用这一切东西 来满入你的家庭 生活里面 夫妻生活里面 来破坏 东姐妹 真正的爱 不是这样子吗 你要得到晚上的喜乐 早上的投资才是最重要的 告诉你 很多夫妻 为什么晚上得不到喜乐 就是他不愿意投资早上 整天都在想到 晚上当你需要的时候 哪里老婆会高兴 明白了 今天要讲大人的心灵啊 那丢姐妹 你要投资 在早上一整天的生活 你才能够得到晚上的幸福 所以丢姐妹 真正的爱在哪里 真正的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 彼此之间的认识 彼此之间的生活关系 更加重要过晚上的心关系 所以你在生活上努力的投资 我告诉你 你不需要这一些影片所做的 你还是感觉到很幸福 而且是持续不断 所以说几妹 我的文凭是主修家庭教育 就是因为我的家庭 不是一个好的家庭 到了神奇夜的时候 我主修家庭教育 婚姻欢喜 在我做研究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败坏进入婚姻 原来我是一个受害者 从小 我所留在我的脑海的都是不好的 所看的所学的都不好的 然后我决定 从我开始呢 我建议我的家庭 不要再把社会的 把媒体的 把那部位的带进我的家庭里面 我以主的爱来建议我的家庭 我看到真的 原来主的爱能够胜贵 阿们 阿们 但今天如果你容许那些外面的 进入你的家里面 我告诉你 那会败坏的家 所以你要小心什么 媒体 今天媒体是最猖狂的事情 各位姐妹 你在看的时候 每一次在看的时候 你看了什么 当你很向往 很追求 那一些 internet里面的 或者是那一些影片里面的 那种幸福阿 兄姐妹 那是假的 你看到那个 magazine里面 那个最性感的 最漂亮的 你要老婆成为这样子 我告诉你 那一些都是假的 我告诉你 那一些人 在magazine 在影片里面 他们的生活 是最败坏的 真正最实际的是谁 就是你 和你太太 最实际的 那个真正和你伴你终生 和你终在一起 无论任何犯境 他都没有离开你的 就是你的灵犯 众姐妹 今天 你所追求的 你心里面所可恶的 你要小心 要让黑暗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堵取你圣洁的心 有一个美国的院长 神学院长 他修完 得到博士学会 成为院长过 而且发展那个神学院 几年过 也发展得很好 突然间 他的太太患病 患上一种肢义症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外语 一直忘记 东西一直退化 退化 他的记忆退化 慢慢连他丈夫也忘记 慢慢也忘记 怎么小便 怎么大便 慢慢忘记 怎么吃饭 需要 照顾 然后 他在很简单的环境 他最多的朋友都鼓励他 送他去Center 因为美国有很好的Center 他送他去Center 继续工作 他祷告 祷告的总是 吸引人过勇气 后来就放下他工作 放下神学院的位置 院长位置 来照顾他的太太 这个照顾不是一天吗 这个照顾是年复一年的 这样子照顾他下去 他的朋友都说 你为什么这样傻 他已经忘记东西了 根本连连名字 连你四水 都忘记了 为什么你不送他 你大老前程就这样子荒废 没有 那院长告诉他 你的是邪情 我的是真情 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大的任务 就是以主的爱 来爱我的太太 他愿意照顾她 对我姐妹 为什么她这样子 她就说一句话 我不能忘记 我在主的面前 娶我太太的时候 跟我太太的理念 无论生死 富足贫穷 健康 病痛 我都愿意 我爱她 对我姐妹 这是真爱 这个世界扭曲了 我们的思想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爱 真爱就是我们卖人军感 对我姐妹 今天到来唱一次给我们 信这回事 是叫我们传统借代 也建立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好的 是圣洁的 在婚姻里面的信生活 是圣洁 是上帝所祝福的 不过只限在婚宴里面 但是 这个信生活 不是婚宴生活的所有的一切 也不是所有的爱 信生活是爱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还有好多好多的 生命的影响 是圣洁这个 所以今天为什么 这么多离婚的事情发生 很多都是借着这个借口 哎呀 我们都没有感觉 我们都 他都不能满足 那对我姐妹 这个叫邪情 不是真情 想想看 如果他 能够满足你 你才爱他 他不能满足你 你就不要他 你跟魔鬼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你跟魔鬼有什么分别 魔鬼就是来 就是偷窃 鬼坏 杀害 嗯 然后如果你 你对你的太太的关系 你太太对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话 你跟魔鬼有什么分别 所以就有什么是真爱 爱是不喜欢不义 那圣经里面说 不义的事情 能够破坏我们的家庭 你就要小心了 对我姐妹 这个从哪里来 不是从你而来 而从 你的儿女那边 也可能破坏你 阿连爱的关系 你有看到 为什么今天的孩子 多多多多跳楼子上 马来西亚 你发展很多周 在学年里面 已经开始第二周了 之前呢就是 有一个女学生 去报道说 这个男学生 废离她 然后 那些教务主任聚 叫她去 还没有跟她讲话 说我去射手一下 然后她就跳下来 死掉了 最近又有一单 最近呢 那个 教务 教务处呢 告诉她 说我要唱点麻烦来 她就这样子跳下去了 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至上的灵 已经清晰在 你的家里面 从哪里 从internet 如果一个孩子 交到一般 Facebook里面 这样子的朋友呢 对推中自杀 推中 那个死的那种感觉 而且鼓励自杀的 邪教徒 对不起 你的孩子 留在那里面当中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吗 他看了什么 他听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我到现在 我还没有让我的孩子 动internet 这些东西 因为在那里 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容易的 我反而 我反而叫她动书 动其他东西更多 为什么呢 这个我三十多岁才 三十岁才写 写会怎么打字的人 今天我的internet也不错哦 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容易的 是finger 出来了的 不用现在写的 但是很多父母就是把这些 推给孩子 而顾他们 你可以给你的孩子科技 但是你要顾他们 看什么 听什么 做什么 不然的话他一lock in 或者是他一act in 他一些朋友 那一些 魔鬼上的势力去进入你的生命里 你孩子看的东西一定要不要 我从家 我都选一选 DVD给我的孩子看 我的家里没有child的 DV1,DV2,3T都没有的 我也不做explo 因为我在山上住的 然后 我选DVD给我的孩子看 从小到大 保守他 圣洁的心对得住 那对方姐妹 这个重要了吗 这个重要 想想看 有一天 你的孩子去强奸一个人 你的面子放在哪里 荣耀上帝的 你的孩子开枪去杀死一个人 吃死一个人 你的面子放在哪里 你荣耀上帝 找一天 找一阵子 一个孩子 才九岁 去强奸一个三十多岁 但是他强奸的时候 不会脱库 Facebook拍起来在中国 我 为什么呢 这个孩子看 肮脏片 在槟城 在国底那些 TOKYO BOY的那些 发生一种 一个十二岁 弄到一个八岁的女孩 怀孕 家里面 爸爸妈妈去工作 婆婆住 隔壁的邻居的孩子 跑来一直每一天 跟他玩 玩到大肚子起来 因为这个孩子早熟 哪里来 影片来 哪里来 Internet来 兄姐妹 如果你不顾你的家 不顾你的孩子 有一天 我们就被某个山岸滚进 我告诉你 一生都买买 兄姐妹 今天 你不只要不然看 你要不然听 你的孩子听什么歌 现在最庶民的谁 Lady Dada 我告诉他 他是 Dada 这个人很邪恶 他是撒旦叫的 很清楚 因为在台湾的观察里面 他指出撒旦叫的手势 而且叫每个人都比 他的歌里面 你有没有做那张歌词吗 他的歌里面就是充满sex 暴力 毒力 很消极的 很多 如果你的孩子多听这些 而且他的 他的音乐 都是一种的 祝贝来的 就是撒旦叫在祭拜的时候 那种 祝贝来的 祝贝来的 就是魔鬼 的工具 一个主要工具 他开始影响 我看到很小的 七岁的孩子 也开始疯了 我觉得很可怕 啊 兄姐妹 因为 这一些 你有没有教不了你的孩子 说你不可以 听这样子的东西 你孩子听歌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他的词句啊 我注意了 我开MFM的时候 我会跟我的孩子分辨 这首歌不好的 这首歌不好的 你听他讲什么 我从小就这样子 在保守着我的家 因为我怕 我告诉你我怕 你们不怕是你们的事 我怕 我怕魔鬼败回我的家 所以我很努力很努力的 在保守 那兄姐妹 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魔鬼的势力 伸入你的家里面 控制住 挟制住你的孩子的时候 那种情况怎么样 所以 圣经妹告诉我 什么是爱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就离开不意义的事情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要 不喜欢不意 什么是完全的爱 除非你 把那些不意的事情呢 季节了 把那个不意的事情呢 毁坏了 你才能够 建立真正爱的关系 不然的话 各位姐妹 我们的爱呢 会被这一些Virus 这一些扭曲的 那些Virus 都破坏了 各位姐妹 你看啊 你的生命 如果不保守自己 保守你的家庭 有一天 魔鬼会生你的家 白白的家 真正的幸福 哪里来自那里 第二 是你的教导 什么是真爱 爱是 只喜欢 真理 看这个字 真理这个字 这里这个字叫 阿弥比亚 大家说阿弥比亚 阿弥比亚 这就是希腊文的 是造了真理 属于真理 所教导的 拉比就是 先生所给的 这一些都叫真理 看圣经啊 看耶稣怎么讲 原汉福音第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原汉福音第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圣经这里说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问题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 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婦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自由呢 他们不明白 耶稣再说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在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婦 如果你给邪义进入人家 你就被邪义捆绑 你成为邪义的奴婦 如果你给赌进入人家 赌捆绑人家 你就给赌 你就成为赌的奴婦 你给赌品进入人家 赌品就成为你家的主人 你的孩子就成为他们奴婦 如果你给那些扭曲的性知识 进入人家 你的家就被这个扭曲的性知识所拱绑 你的孩子 你自己也成为他们奴婦 所以耶稣说什么 如果有犯罪的就是罪的 什么东西叫你得到自由 真理 什么真理 就是圣经所教导 就是整理 看另一段经文 药卫第17章第15到19节 这是耶稣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所讲的一句话 他说我不求你 他的祷告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二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承认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么样猜我来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各位姐妹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祷告也求父 说将真理赐给我们 然后他知道唯会 或示范我们 改变我们的就是真理 所以什么是完全的爱 什么是真爱 除非你便会把你的家带到主里面 说不是啊 我已经 老婆已经去世了多久了 是吗 你跟我讲这些都有用 有 你有孩子的吗 有孙女的吗 你有后期的吗 你还有夫妻生活的吗 各位姐妹 你要认识什么是真爱 你才能够帮助他们带领他们 如果他们家里不合 你更要把他们带到主里面 因为一带到主里面 他们的家就改变了 他们的后面生活就改变了 当他们认识到真理的时候 真理 原意能够释放你成为自由的 所以在家里面丢前面 你看的东西 你做的东西 你想的东西 你讲的东西都很重要 除非你愿意在家里面建立祭坛 建立神的道 在你的家 愿意一起遵行上的道 不然的话我们很难 很难逃避魔鬼上的攻击 很难逃避魔鬼上的瑕疵 因为他无孔不露的 一直进入你的家里面 一直进入你的家里面 你知道在网络里面 有一个族群是中学生 整支小学生大支柱 这样的智产一处 self is right self doctor 知道吗 他们自己割自己 割自己 割自己 心里割的时候很痛 如果越割越上瘾 而且开应该在四五十个人 还能一起 一二三割 割自己 割得越多呢 就越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受创伤的人 他们各自的时候 他们在release pain 释放他的疼痛 那对我前面 这些都是很可怜的孩子 他们的家里肯定有问题 所以导致他们受伤 心里受伤 然后参加到这样子的人 他们变成他们的game 割到整身都是被 自己割不到 别人割给你 别人不愿意 兄姐妹 这是现在 社会的趋势 你认识吗 你不认识我们都老了 很少上网 对吗 大人的工作 不过你的孩子在上网 每一天在网站跑 一跑就几个小时 你知道 那些他在垃圾堆的生活吗 弟兄姐妹 决醒了 醒来我的弟兄和姐妹 你有家 家里面有孩子 家里面有女儿 家里面有儿子的 现在的女孩子 你知道在台湾流行 现在在这里的流行 他们赚买一块 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且在网站里面有银美 帮助他们借客 他们跟你讲 妈 我就去看的戏 两个钟都回来 他已经赚了 几千块 买LV 买COSH 买银牌 买电话 买iPod iPad 你知道吗 现在这种机身 他一滴上去 因为很多人 只能给人拍拍这些照片 那些 那些故意才已经来了 而且这一番的人 都是自厌的 不是小鼻心的 以前是 对吗 对吗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要 对吗 对吗 不要做 不要做 你管我什么 这是我的生活 你要逼他 成为好人 弟兄姐妹 这个是这个时代的趋势 你有看到吗 今天我们成为老人 但是我们的脑袋 一定要行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家 行走在真理里面 好让我们的家蒙福 而不是蒙作主 所以孩子要看的 弟兄姐妹 孩子要看又顾的 不要 不要只是工作 不要只是赚钱 我告诉你 如果你赚了整个世界 你有一个摆尬宅 我的摆尬 你整天都出不下 我跟你讲 一桶的金在里面 你也看不进去 反正如果你没有钱 建立到你的孩子 就能逃递 喜乐 一生人都想不完 那种甘甜 那种值得 想想看 各位姐妹 全部是最重要的 家和万事性 家和万事性 如果你家好的话 什么都可以信起来 祝福对领导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请你放慢你的脚步 看看你的家 回来看看你的老婆 看看你的老公 阿们 阿们 赚少一点 赚少一点 没有关系 大家喜乐平衡 给你赚到整个世界 更在有意义 宝贝上他用两个东西 一直在影响你 家 第一个就是钱 第二个就是信 所以这些就是很大火玩 上帝也给这些 但是上帝给祝福 又不带着忧虑 你要记得 最要紧的就是你的家 不要让忧虑的事情 进人家 要守在这里面 建你的家 当你如此建你的家的时候 他们把我给你告诉你 有一天 你会感觉到你一生 过得是有意义的 阿们 阿们 兄姐妹 我们这一般人都是很紧的 我们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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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结婚的 感谢主 今天你听了 你懂得 你要建国家 我们这些已经结婚了 有孩子的感谢主 我们听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紧紧照顾你的家 那些已经 孩子长大了 老公如果离开了 老公儿子离开了 你还有一个人的感谢主 你听到这个 你还能够帮助你的后代 接你的后代 直到你的后代蒙福 弟兄姐妹 今天 你要祝福 或者你要咒诅 都在你的选择底下 记得今天我们投资 也不可能在将来有收获 如果你今天开始思想了 明白了 你投资你的世界 投资你的信力 在你的家里面 你将来就要看到蒙福的收获 阿们 好的 谢谢 谢谢 謝謝